我從小時候開始到什麼時候才發現 音樂是怎麼一個適合的 因為我小時候其實我覺得我完全不懂音樂 因為那時候是被強迫的去學習的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其實我很愛這類事情 只是它會不畏的抗拒 但是一直到聽到了張宇生 它是我的一張長片 就是那個 想念我那一張 我因為聽到那一張 我就把它前面的片面想念 就是其他的 我就把它收集起來 然後 那時候我聽到它的時候 我第一個感覺是 就是 這個人他的聲音很棒 然後 我那時候年紀很小 不知道什麼標準的 我不知道什麼叫做 他唱到了它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是很喜歡這個東西 然後講 然後到國中的時候 我很喜歡的是陶晶瑩 其實我真的覺得 我直到現在都還是覺得陶晶瑩的聲音 非常地乾淨 一直到現在我都還真的覺得 然後國中的時候開始 因為看了一些書 然後書裡面其實會介紹一些西洋的一些 或是西平平的名單的東西 然後開始會去看他們 他們說 他們可能在小說裡面出現過的音樂 我就會尋著那個小說 去找那個音樂出來 然後 所以這樣慢慢累積慢慢累積 慢慢累積到現在 就會變成是 我聽音樂已經是有一種 很既定的模式 就是 怎麼說啊 就是 我知道我喜歡什麼樣的音樂 我知道我想要 我知道什麼樣的音樂 是很容易引起我的功能 我就會拼命去挖那個東西 然後在那個東西之外 我又會去告訴我自己說 有些東西是 可能我在小時候 或者是 在某個階段我本來接受 但現在我也不可以接受 所以其實我會去選很多 很多不同 因為我有段時間 非常喜歡演歌 就是演歌 我覺得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 你說聽的那個量 我覺得真的 蠻多的 但是 經過篩選之後 就是因為每一種音樂 我都去試了之後 篩選之後的結果 是 我現在覺得 我知道我自己最喜歡 什麼樣的音樂 所以 不可諱言的是 我的確被這些音樂 影響到後來的旋律的進行 或者是甚至我被這些音樂人 他們的精神給影響到 我現在想要傳達的東西 因為我會覺得 我會有點就是覺得 因為他們很棒 他們有他們的一個 傳達的方式 而且大家都聽見了 那我可不可以 我會希望也能夠 就是我也會希望 我也有用我自己的樣子 然後 就是 就是 就是有點像他們 就是希望你能夠 有照演歌 跟他們一樣 能夠唱出的 有力量的東西 我有跟康亞講 我今年的目標 新希望 就是我不要再那麼演什麼 好笑 這樣的話 大家才會覺得 我是很親切的 要不然大家都會覺得 應該不是嚴肅 我覺得是頻率的關係 對 就是說 所以呢 你在講的東西 跟別人能夠理解的那個頻道 不太密集 不太密集 所以我 所以 我知道 所以這其實也是一個 因為我今天下友跟 跟我的一個很好的朋友 聊到 其實我覺得他講一件事情 有點到我 就是 如果我真的要做傳達 我怎麼可以都講別人聽懂事情 還自以為自己在傳達 所以我要怎麼讓別人聽不懂 就是我要頻率跟他們一樣 那我覺得我沒有辦法 在一年過的第四天 就覺得我自己可以做到那個地方 所以我希望我今年可以慢慢的 真的去把那條拉成是 我在講事情的時候 我在傳達的時候 是確定 對方能聽得懂的 所以我希望我未來在寫歌的時候 也能夠用這樣的方式 不要都自己再爽 然後別人都不爽 這樣 對 我覺得這樣不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我真的是想要傳達 那應該要讓他們聽得懂 是那樣的太過沉重的時候 對我們自己青年的時候的希望 就是我從以前聽小新唱歌 我第一次聽到他唱歌 到他在台上 然後那一天我忘記誰 還在第二個誰 還在誰在第二個誰 我那時候覺得 天啊怎麼有人是這樣唱歌 就是你的感覺很像 一片很忙活年 然後小小的 然後每次你唱完 然後有說謝謝 然後那個很帶氣音的 我音出來的時候 我說有一種跳拍手 有不是不拍手 有不是不拍手 直到有一天我跳了一唱十年 然後那時候感覺 你那個小小的東西很有力量 然後有光在裡面 那個是壓縮的力量 然後那個光一出來的時候 會讓人很驚訝 然後讓人覺得 哇我的天啊 很棒的東西 謝謝 所以要不要唱下去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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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我跟妳也不知道要聊到什麼 然後我就 趕快聊到三明群這件事吧 我說你的三明群 應該就是失眠 哈哈 黑夜白座有一次 嗯 黑夜白座有一次 黑夜白座有一次 不要讓我們再一次 嗯 好 好 很失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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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空的一片永遠只能向前 我不想就是這樣轉前永遠 所以我只能停下心繞所有體力出現 這是一種間斷進行我只是疲倦 我的心空的一片永遠只能向前 我不想就是這樣轉前永遠 所以我只能停下心繞所有體力出現 這是一種間斷進行我只是疲倦 給我一張滾入睡的床 給我一天不用睁大眼睛盪在黑夜 你以為我誰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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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不斷在 我只是不斷在自己是惡心的過度裡傳說 你以為我誰的瞬間 你以為我誰的瞬間 我只是不斷在自己是惡心的過度裡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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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講說像那種玻璃像很薄 好像很脆弱的那個感覺 是因為它折射出來的光感覺很透明 然後你有一種很純粹的感覺 就是在你的作品跟你的歌聲裡面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的東西可以 你這種東西的東西會有一張會這麼大 可是像我的東西就有寒雜 然後到後來你會發現其實它不是玻璃 它是水晶 對啊 是 程式的光是非常非常精采 謝謝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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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你會希望自己一輩子一直一直穿得下去 當然 因為 我覺得 我不知道欸 可是對我自己來講 這是不斷地挖掘自己 因為 你會想要 什麼 挖掘自己 所以當你發現新的東西 你就會想要分享出去 所以我會 會想要一輩子一直做這件事情 但是 會不會一直都是用這種方式 我不確定 但是我相信我會一輩子就是 一直去挖掘新的東西 這樣 因為我剛剛有幕的要做二條 沒有 我的臉要不臭嗎 好 我覺得沒有比別人不屌 好 這樣子 一點都不屌 算都是一件不屌的事 好 刪了 我